本集小名ALOG 要帶大家來看的是 2020台灣雙年展 自2008年第一屆已將 主辦於台中國美館的台灣雙年展 已經邁入第七屆 這次由藝術家姚瑞中策展 以禽獸不如為題 六道輪迴的畜生道為題 揭示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陳詞 有如後疫情時代的一季景中 與以往不同 2020台灣雙年展串聯全台的小型衣文空間 各自舉辦四場平行展 結合空間本身的特性與主展的題目 延伸並策劃四個不同的項目與之呼應 它們分別是台北市的水谷藝術 題目是導致理想動物園 想像人性的終極他者 新北市的酸屋 題目是變態路徑 台南市的節點藝術空間 題目是後人間市 高雄市的河南八號 題目是技術變形劑 本著小明拆台 三窮水盡一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既想去中心 但又享受牽手心連心的精神 把焦點放在因平行展而串聯起來的小型衣文空間 藉由與空間管理者和藝術家們的訪談 帶大家深度探索 酸屋的變態路徑 一窺台灣小型衣文空間的風景 酸屋坐落在新北市的永和區 是全台灣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 這裡車水馬龍 摩肩擦肿 一家店面緊挨著另一家店面 能自覺聯想到永和的 不外乎是樂華夜市永和豆漿 還有高中考完市會去的KTV 這裡給我的印象是焦躁而壓抑的 但轉個巷子進入後街 看到此路不通的指示牌繼續往前走 你就會看到一個詭異黃色笑臉的燈箱 這裡就是酸屋 有一群年輕藝術家組成 酸屋既是他們的居所 創作空間也是展演場域 當然嚴格來說 這一棟民宅不可能容得下太多人 並不是每一個人都住在這裡 但總是一個藝術家社群的基地 這裡藝術家創作的媒材 以聲音、影像、裝置、行為表演為主 變態路徑承襲著酸屋一貫的風格 在創作的表演性、臨場性 與身體性之間來回折射 在參觀變態路徑的時候 我偶遇了酸屋的核心成員 陳孝琦 AKA陳考齋 與李敏如 就策展內容 以及他們的作品進行了一段簡短的訪談 所以我後來的做法就是找了八個參與者 裡面有包括現在也有居住在雙屋的比較核心成員 然後也有一些是之前有合作過的 然後有一些是未來想合作的創作者 然後大家其實可能對行為藝術的嘗試也都比較少 然後我也是希望透過我提出一個運動身體的方式 就是自言自語 這個每個人幾乎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去做一個對於身體行為的一個發展 然後就請他們在整個空間裡面自言自語 然後再來就是整個展習之間 OK 不是展習之間 就是我的那個現場的 現場開放的時間之間 然後他們的那個聲音是有被 麥克風擴音 擴音 然後那個擴音是無線的發送 所以他們遊走的空間可以 完全跟我聲音發送的位置也不一樣 但是它會進到我聲響的那個系統 然後我再做一個比較算是噪音的玩法的調控這樣 喔 對 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其實空間組織來說應該就是 例如說你或是說明如或是這邊主導的成員 可是你們這樣算是找外面相對來說 比較外圍的人來做測散或是做一個規劃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對 你怎麼看這樣子 我問得好自視喔 你怎麼樣看這樣 就是 你怎麼樣看待自己的角色 我就是造極人啦 阿明如就是團長 對啊 然後 你是團長 然後 無奈的笑子 傻笑 我覺得 我覺得是 所謂的內外 這個都是相對性的啦 就是看你相對到什麼程度是很內嗎 那看你這個 這個相對的廣度是怎樣 又可以拉得很外 所以就是 找比較 不是說固定班底來 不管是參演 或是來邀請策劃 就是 我覺得就是一個在 就是在把這個精神擴大 然後再 而且再更傾聽 就是可能更易直的聲音 我覺得這件事情可能對我們這一次整個大家做的作品上都 也有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在裡面 蘊涵在這裡面 OK 對 就包括說像我的創作我反而不出聲 我的聲音是變成 有點 我是有點幕後 對 在操演 然後 那 閩如的那個 作業部他其實也是一個 換位思考 大家都可以來去評斷 這個是不是行為藝術 就還是有點回到那個 人人都是藝術家的那樣子的精神上 對 然後像俊宇的 在外面有一個電視機 他那個背後其實蠻複雜的 因為我們這邊 有一個 有拉一個 或是說想要 重新的去 再跟Push 那個台灣行動藝術研究社 你有加到那個社團 對 那個社團其實是真的有存在過的 對 他真的有存在過 但是之前比較是縮現在台藝大這個校園 就是 然後我們那時候真的也有去 成立社團 但是他的組成是各系都有 甚至也有一些校外人士會來 然後他的想法 這個社團的想法其實那時候也是很複雜的 很複雜 然後 但他後來就是也沒有了 那 可是像過去做的很多事情 包括跟一些年輕的藝術家合作 也都是跟這個當初這個社團做的事有一些關係 那就是趁這一次的機會 也是希望看說行動藝術研究社有沒有辦法重新活絡起來 或是說一個performance的學習 共學的一個平台有沒有辦法再更促成 那俊宇他就找了他八個 就是算是同學還是朋友 然後去加入他的作品 然後他的作法蠻有趣的 就是 他是在 請他們做一個只有他可以看的作品 而就是做藝術那個人 那個人 俊宇他只有他可以看的作品 對 然後俊宇的作品是在 講述他看到的些什麼 他給的一個 也有點評論的那個概念 OK 對然後去回應他 然後他會到處的去 在公共場合去講 就是 誰誰誰做的作品 他做的怎麼樣 什麼時候 對 他的作品就是這樣 然後 有一個藝術家叫張晨晨 然後他比較是關注在那個 BDSM圈 對 的一個 怎麼講 他的調查 對 他對於那個 所謂的 性歡愚的一種 另類的樣態 比較注重 所以他的作品就是 比較略有談到那些禁忌的東西 對 然後俊輝像這一次的話 他其實是影像專業 對 他是做影像做很久的一個導演 那他在 他在這次的作品上 比較是 有一點是透過 鏡頭的調度 這個動態鏡頭的調度 來去訪問就是 我們這次參展的 閩如啊 我跟俊宇 對於行為藝術的看法 然後可能還有一些對於 可能自己的介紹 他其實有點像是一個訪談 但他希望透過他這個 鏡頭跟他訪問的這個關係 對 來 就是帶入一個自己 透過運鏡上 或是說 做為一個導演如何去 加入行為的感覺 他會設定一些規則 然後就是 就是 他會不停的原地旋轉 然後就是要跟著鏡頭 然後他也想談一個 就是那個導演的權力關係 就是被設置被要求到什麼樣的狀態 有時候大家是必須去嘗試的 在考在蓋略介紹自己 與其他人的作品之後 敏如也就自己的作品 《行為藝術作業部》 來分享自己的創作脈絡 他剛剛聊到那個 就是我剛好看到的 就是你的行為藝術作業部 對 你給我講一下 好啊 就是其實 最一開始的時候是 因為我在 我在 我大學是 主要是在做裝飾 然後後來有開始 畢業之後開始有 真的在訪製行為 就也嘗試很多次表演之後 我這一次是 事繞了一個覺得 想要重新學習的視角在 然後 然後 所以 我就一直在想 就是 行為藝術可以教嗎 然後行為藝術要怎麼學 可是當然就是 很多地方都有在教 也在學 就是工作坊 藝術界啊 什麼都很多 然後 但是 它有沒有一個 它有沒有一個 系統 或是格式 是可以去學的 所以我一開始 有點想要創造出這個東西 然後我後來就是 發現就是其實 因為我本身也是 就是算是美術的教育背景 就是 欸要跟你講 學院背景一直出來 這樣子 所以我對於 學任何一個 新的藝術項目 我都可能會覺得 嗯 就是 它會有一個 有一個系統讓你去學習 比方說你學繪畫 你要怎麼學素描 你要不要 它都會有一個系統 那行為是我這種東西 就是我在好奇這樣 然後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 因為我也想學 然後但是我 不知道要找 什麼樣的 我不知道怎麼定義我的老師 那我就先 試著從我的所學 跟所讀 和所見所文 來創造出一個 作業部 讓我自己去 試著做一個探訪 然後後來 嗯 我覺得你的腳是蠻好趣 因為你剛剛有刻意 說你不是老師 呵呵 對 就我 應該說 我想要讓我一直保持著一個 自己不是老師 而不是學生的狀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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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說 就是 光是我在跟你講些話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 不停的 範圍思考 就是 你會一直知道他對方的地場 然後知道對方想要自己說 之類的 就是 我覺得有時候 就是要 我是想要去討論那個 互相理解的溝通 他 他可以 怎麼樣在這個 到達一個高點之後 然後 可以突破一些 大家原本 自己認識 這樣 嗯 可是 因為我剛剛有大概發現一下 這個作業部 裡面是蠻多 各種題目 對 因為本來我做的有點太難了 然後 太難 為什麼 因為我很著急 我就給大家看說 我現在做的怎樣 然後大家說這樣太難 就是學任才能夠理解的東西 這樣 然後 我就意識到說 對 我在強調的是 我不想要把老師 只是當成那疊厚厚的書 希望的脈絡 或者是什麼 我想我的老師應該只有這個世界 這樣 所以我盡可能都把它設計了 就是你知道四字 然後你是普羅大眾 你就可以去做完這個東西 對 然後 然後 你如果做完這個東西的過程中 你有那麼啟發 或者是 它也是一個參與式的東西 所以我有設計一些活動 可以讓大家都很想做 這樣子 然後 對 所以 就是我丟出了一個格式框架 然後把行為藝術變成格式的對象 就是我現在說我是做這件事 然後如果我想要實驗看會發生什麼事 可是因為它裡面 就是你的那個本質裡面 好像也是有勾選 也是有題目 對 對 所以我想問一下它會有答案 它會有標準答案嗎 我剛才 剛才在跟阿倪 有沒有回爭執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我會覺得為什麼不能有標準答案 對 然後但是我知道 以我的立場 和我的身分 盡量不要有標準答案 是一件好的事情 就是它應該可以自由到 應該是要去討論說 每一體 它的式或佛 這中間就是不同的立場 到底那個不同的觀點 有什麼交集之處 應該是要找這個 我會理解 但是我 心中的確有一把石 但是我可能不會 告訴大家 那是標準答案 這樣子 就我想要讓它的這個 決定答案 這個權利 它是大家一起決定 對 而不是我一個人決定 因為我覺得標準答案 應該是說 我自己的理解是說 每個人都有它的標準答案 是吧 就是每個人都有它 對它這件事情的理解 可是 呃 所謂不弱一般的苛究的框架 是 那個苛究的框架 是那個權利的不對的 所謂老師跟學生之類 我高興這是標準答案 這就是標準答案 對啊 對 所以我覺得重點是 我覺得那個重點應該是在闡述說 為什麼這個東西是你的標準答案 這個過程 對 對啊 所以這個是很大詞 然後 然後那個 那個整個過程 我也都是可以 講的 就是 現在如果要講 怕會講太久 反正就是 可是我的那個 判定標準 就是可能會從 就是 這件事情的 要怎麼講 當然就是它有 它裡面有很多是 一看就知道 真實的 行為藝術家做出來的事情 可是他剛剛 我跟考代來的時候 他說也很好啊 他就說 我可以全部勾否啊 因為 這絕對不是借了請 就是 他可以試 他也可以不試 那這樣他不試的時候 他還 就是配上一個迅速 他還勝利 就是我的迅速群 都沒有非常完善的 反面是沒有獎勁 只是可能把一件 一個作品裡面 再一句話而已 這樣子 所以就是 我覺得我的責任 就是要把這些 detail 就是再 告訴大家 不要丟出來 對對對 這樣大家才會有更多的訊息 可以去判斷 那在那個判斷過程中 這些訊息也是在討論說 就是它的 藝術性的重點到底在哪裡 就是每個東西都不一樣 那 那我的話就是 會比較從 就是 對於 時間跟空間上的 美學處理到底 所以 有沒有用去計劃進行 好 可是那這樣的話 那你的觀點是什麼 那 什麼東西 就是剛剛在跟他 argue的觀點是什麼 就是 但是 因為他要帶一個 算是 Walkshot 那 所以他既然 精神上 是 要去 打破一個 所謂的 呃 我教你 這樣就是對的 他 反過來 是應該是 可能更共學 或是一個 大家更 講出自己的 道理的話 那就不應該 還要 強調自己的 標準答案 你說 強調他的 標準答案 還是強調每個人的 標準答案 嗯 就是每個人的 答案 大家都要去 解釋 解釋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我其實 會爭論我其實 只是在 理清他的流程 OK 對 因為其實 你作為一個活動的 規劃的 流程 其實你已經掌握了某一個 就是 訊息的 一個 對 因為像我 對於什麼 處理好 要批改 那答案是什麼 這件事情 我目前的處理方式 錄音應該有點沒差 就是 反而我目前 的處理方式就是 就是 來上課的話 就是兩兩一組 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寫完之後 交換互相批改 然後就是 錯了你要 寫下原因 這樣子 對 你可以問神明啊 你覺得是不是 拿那個 垃圾 翻丟那個 對啊 你覺得這個是行為遺素 但我會覺得 其實這不代表 這不代表 我覺得 不能夠 有 一個帶領者 去講他自己的標準答案 是說 在那個 做法上面 嗯 你講了這個標準答案 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標準答案 是 有被挑戰空間 對 而且你要在流程上 要給大家 可以挑戰的機會 對 不然你沒有給大家 挑戰的機會的話 那就有點違背了 對 這個討論就結束了 對 對 不是為了挑戰 或為了反而反而 這些東西 背後你就是要有一個 清楚的概念 嗯 哦 了解 然後這樣子才有辦法 討論 這樣子才有辦法 就是 好好讓一件事情 討論到一個 就是 有一個新的共識吧 對 然後我在找就是這個 新的共識 就是大家在對於 就是 這麼多的表演 就是 不能說氾濫的 但是就是 就是 大家現在都在試 那這些東西 到底要怎麼去看 我覺得很重要 對 就是做行為 我覺得 沒有比看行為還要簡單 對 我是一直深刻的這樣覺得 我其實 我其實一直在follow 其實就算我 在英國的時候 我也是一直在follow 幾個禮拜之後 我再度回到酸屋 欣賞考栽主導的表演 我的房間 八位表演者 帶著無限的麥克風 各自在酸屋的客廳 臥房上下鋪 隔桌 書房 窗台 自言自語 考栽在即時混音 放送 這個作品 就像給酸屋建立起 生命循環系統 聲音是血液氧氣 表演者是內臟 混音台是心臟 考栽則是維持心臟運作的冠狀動脈 身體 身體 現場 空間 一直是酸屋的藝術家們 創作的主題 而他們一路以來的創作脈絡 或許就是變態路徑的最佳體現 一個不斷運動的 一直的 有機體 這些小型空間 是地方藝術風氣 與創作社群興衰的縮影 他們共同面臨的課題 包含內部管理 空間定位 和觀眾的拓展 都是持續且不容易的 總的來說 很高興2020台灣雙年展 能串起一些小型 卻很有活力的地方空間 並且讓我有這趟旅行 也希望這樣的串聯可以持續 而非隨著展覽結束而結束 本集感謝酸屋的成考宰 李敏如 感謝大家收聽小明拆台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到蘋果播客 Spotify 小宇宙App 等客戶端上 訂閱我們的節目 就不會錯過之後的更新了 也歡迎在Buy Me A Coffee 網站上面 給我們打賞 支持我們的節目 支持明明 meio 此為南 工作不念 同市於 過非 Y 民事拾 personally 的